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孩子们写的作文 孩子们写出来的作文啊 本来应该是轻松活泼,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让孩子们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 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 但现在孩子们写的作文啊 几乎都是千片一律,空洞乏味,大花连片 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虚假的表达 把自己美丽的天性和感受啊,就隐藏了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反问一下我们自己成年人啊 我们成年人中间在社会的牟利之后 还剩多少人有真情实感,有真实的心情 并且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呢 我们很多人早就学会了说假话套话 学会了说恭维话 到最后啊,这样的说话系统啊 融入了我们的血液,变成了我们的天性 让我们把假话套话倒杯如流 结果呢,这个社会上如果有人开始讲真话 敢于表达自己真情实感 反而大家都群起而公子 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好像假话更多的社会 那其次呢,我们中小学的这个作文的考试形式啊 评分标准啊,是让孩子们沿着思维啊 孩子们的思维沿着一个管道啊,往前走 如果偏离的这个管道,偏离的这个评分标准 就是零分或者就是低分数 当然了,对于血作形式,比如说是议论文还是继续文啊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规范的 但是呢,对于这个文章中间表达的思想 或者是表达的自己的观点 如果我们也进行过分的限制 只允许学生往一个方向表达的话 那么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被限制住了 这样的话,久而久之 那么他们就再写活泼的生动的东西就变得不可能了 写作呢,当然要写正能量 这是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 这个我也不反对 但是对于什么是正能量啊 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定义 如果只是表达了一点负面情绪 批评了一点社会的黑暗面 孩子写了一点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是难过 就是负能量 甚至有的孩子写自己生活的经历 比如说写尿床啊 或者说写这个同学之间就是关系有点紧张啊 这个就变成了负能量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那请问一下古希腊的时候 那些伟大的悲剧是什么能量 请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什么能量 请问曹语的雷语又是什么能量 请问鲁星星上所写的阿克吴正传等等又是什么能量 所以呢 如果是我们只是把唱战歌喊口号定为正能量 那我觉得我们对于正能量的这个定义啊 就太狭窄了 中国的语文啊 需要把孩子的情感和思想呢 要真正的解放出来 让他们更加的活泼 生动 勇敢 更加的去描述 贴近生活 贴近自己情感的东西 让孩子们做真实的人 做勇敢的人 而不是做虚伪的人和假装的人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的未来真的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们家长啊 一起来鼓励孩子们写真情实感的作文 让孩子们的作文生动起来 感谢观看